上午7点不到 东兴路一线车道被机车占据 一台接着一台上前丢垃圾 还有驾驶不顾危险 违规停车 而这台机车更离谱 为了丢一包垃圾 直接逆向骑车过斑马线 而这样丢垃圾的乱象 几乎每几分钟就会上演 因为前面停着,后面丢不到就骂 他会叫前面闯红灯,前面不困 搬下班就顺便,而且比较好停车 越早越好停车,如果到晚一点呢 那就不好 听说常常有人吵架就对了 有时候啦 这边都有一些义工在帮着提 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车太多 他没有办法停车,没有办法下来 所以那边有一些义工就帮忙提 就直接去丢掉 尤其是大车也要挤进去 所谓的大车就是四轮的交车 他也要途方便 连下车他都不愿意 就这样随手 倒垃圾车一丢,当然造成后面的涌塞 还有的车辆直接插队倒垃圾 其实这些车辆,不管是机车或是汽车 通通都停在左转车道上,相当危险 还是一样要改,可以执行 开车来的民众大概都会闪双黄灯 然后开后车厢,然后丢垃圾 因为可能他们怕也会有一些垃圾的水啦 所以他们不会放在车厢里面 那所以就会造成说汽车一停,后面机车就会打结 那机车丢完垃圾之后,可能为了闪避这些汽车 他就会移到路中间,会造成那个车流的交汇 然后产生一些车祸的状况 市府体恤厌归的民众,让民众白天可以丢垃圾 但却出现倒垃圾乱象 市议员韩世玉邀集的市府相关单位会刊 因应从加派人手,交通标志更改等方向改善 其实我们设在这边很久了 那是服务那些晚上不能够丢垃圾的民众 那希望有一个方便的点 让他们早上上班的时候可以顺便丢 但是因为车流量实在有点大啦 那我们在考虑设置这个点其实有点困难 就是说要疑点还是说要裁车 因为都是为了民众便利嘛 那刚刚跟议员这边有讨论 就是说我们这边考虑会加派人手 那希望民众如果你是骑机车来的话 你就不要下车不要停车 那我们的人就直接帮你接走 那车辆的话也是希望这种方式啦 就是不要暂停 那免得造成交通流量的打劫 然后也容易产生一些车祸 造成民众的一些安全上的疑虑 他们也有找过很多的地方 但是的确我们早上非常多的朋友都在倒垃圾 他有找非常多的点 但是呢都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点 那主要的话我们这边的问题的话 除了刚刚我们有争取就是请环保局 那加派人手的话来帮忙轻运 以外的话呢市医人也建议我们的市政府这边 用这个交通的这个手段 那实施交通的相关的一个措施 那配合环保局的加派人手 那相信呢才能够呢 慢慢的来改善我们这个当地这个问乱的一个情况 那我也不希望说呢因为这个早上的时候 那因为丢垃圾的问题的话那造成了大家的交通整个状况 大堵塞或者是吵架甚至于打架 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不希望发生 环保局说未来研议计划加派人力 由清洁队员上前接过垃圾 驾驶不用下车 加速又能避免民众围停 期盼能够在辩民和交往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记者黄少铭记录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